快分眠的孕婦挺著大肚子躺在單架上 直帶她離開家裡的卻是救難人員 青都颱風譚美 預計週三深夜到週四清晨 就會登陸菲律賓旅宋島東部 而且中心最大風速 已經從每小時75公里增強到85公里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卻警告 菲律賓得提防譚美帶來的大雨 事實上呂宋島已經有不少地區 累積雨量突破500毫米 甚至有部分地區水淹兩層樓高 讓呂宋島政府下令停班課 就連菲律賓央行也宣布暫停交易 受風暴影響的不只菲律賓 加勒比海的古巴也因為熱帶風暴 奧斯卡引發土石流和洪水 造成六人死亡 加上全國大停電還沒完全解除 就連首都哈瓦那 仍有部分地區黑漆漆一片 這場全國停電已經持續四天 古巴人在街上敲打鼓碗瓢盆 高喊快點開燈 電還沒來又有熱帶風暴侵襲 古巴人的十月底過得苦不堪言 TV新聞綜合報導